咱也不知道这晚上是什么时候跑到咱家来的 昨天晚上看监控猛的人发现 我亲娘家里竟然还有一只活物 这发机给一大早 我给他准备了一个猫罐头 准备一点冒凉 还准备了一盆水 好家伙 这是狗咬旅动兵 不是好人心 这好人难做呀 我给他整齿的 他竟然还要咬我 不知咋的了 自从回来以后就特别的怕人 也不出来了 但也不知道是不是在外边让人给打了 现在看见人就害怕 咪咪啊 咪咪啊 又跑哪去了 咪咪 给他买的猫粮 买的猫罐头 准备的水 咪咪 咪咪啊 不管他了 买了一箱猫罐头 没出来吃啊 没出来吃啊 哦吃了 把罐头吃下去 谢谢 凉没吃 还给他准备了一个猫砂盘 扛抓形的 给你搁这了啊 得了 甭管他了 让他在那待着去吧 好久没有上房车上看看了 今天上房车里瞅一眼 好家伙 这咋的了 这些天没上房车上来 这怎么乱七八糟的 让人给倒了是怎么的 这怎么东西倒了一床 翻的乱七八糟的 好在我房车里没有啥贵重东西 我都已经收拾到家里去了 我的个青天呢 这咋的 咋的个情况 乱糟糟的 看一下额头床上 电视还在 这是谁上车上来收拾的 一般除了我们人上来呀 这是骂情况吗 哦 想起来了 估计是前些日子老有人上来看房车 啊 明白了 赶紧把车里收拾收拾 乱七八糟的 太不像话了 这是顾了前头顾不了后头 天天忙的 脚子都顾不着脚会给人 我决定了 接下来这段时间呢 我就住在房车里了 为妈呢 因为这个房车 说不定哪天 就不是我积极个儿的了 这不 之前我发了一个视频 说房车要卖 好些人联系我 有好些人也是因为 特殊情况不能来看车 但是呢也有好些人对车 特别的感兴趣 让我先给他留着 有空一定来看看车 合适的话他就开走 哎呀最后的时光 我在车上待住些日子吧 因为说不定哪天 他们真的来把车开走了 如果不开啊 那也是我的 开走了那就不是我的了 把车上这些东西都收拾收拾 最近在车上待住上一段时间 其实啊 车虽然小 但是特别的温馨 在车上住 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安全感 这些年 这辆车陪着我 走南闯北的 这三万多公里 真的是从南走到了北 又从北走到了南 从北走到了黑 带着我溜了好几圈子 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旅行 因为现在的生活压力真的太难了 出去旅行真的会让人忘记很多烦恼 每天都是开心的 在冰箱里面 啥时候放着菜面 浩假的 冰箱成这样的 底下有很多西红柿 这是什么什么房子里的 我都已经把他们给忘记了 这个冰箱的保鲜那是嘎嘎的 一个都没坏 腿了 妈呀 这还有一盒奶 这是什么时候搁的 妈呀 八成过期了吧 拿出来看一下 一会把它倒了它 再看看下面还有什么东西 房车好长时间上来了 里边的东西我也都忘记了 还好没事 这都是我们老家买了一些海鲜 和腿的没问题 有机会把他们都吃了它 再看一下卫生间里 好家 一片狼藉啊 灰尘狼藝 花季山打开 让车里边稍稍偷偷风 留上一个小缝隙就好了 我跟你们说呀 咱们家雇这个大姐 真的跟我亲戚一样一样的 你看我俩个头身高 体重都差不多 咱家这大姐呀 今天就怕我累着 我只要干点活拿点东西 她马上就过来送送 你不要她整 她都不高兴 什么事情 她都是跑在我前头 好长时间也没看车上的太阳能板了 也不知道现在啥样 把相机支起来 举个高高 看看上面的太阳能板 这么一丑 好像貌似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咱们家车上面一共是750瓦 太阳能 300瓦是软板 剩下的是硬板 额头是几块 也没有啥问题 挖凉挖凉的 妥了 没啥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